臺北地方法院長哥補一群 說不能出國 不能出海 綠島南嶼小琉球 金門 馬祖 澎湖 龜山島 去龜山島也不可以 連去淡水河 多一點淡水 多一點 盡量去百里 有沒有 那也出來 那都不可以 現在可能 現在連勞健保 要補隊也不知道 應該可以補第六類人口去公所補 因為現在沒有頭路 所以高宏安 他就退出市府的群組 他就跟大家說 感謝大家關心 地方支柱 整天我要離開 邱成員來代理 希望大家幫助邱成員 好 今天邱成員就高興了 邱成員今天去打哪裏 打得很開心 好 整個市長的氣勢都出來 所以他整個氣勢都出來之後 柯總早就說清楚 就繼續努力 最快 二零二六就算了 這都不用 這政政錢也賺不了 所以說 準備好了 隨時要打拚 我準備好了 新普通的都很困難 政政錢你就點了 因為你們還牽著藍白河的問題 所以要不要合推候選 小嫂開始是要算數學嘛 開始是要算數學 我說你用童正宴算好了 童正宴五萬 九萬差不多也兩倍嘛 對啊 所以童正宴拐幾年乘以二 差不多 你用童正宴算 童正宴以前還是他的好朋友 童正宴算 你們什麼在亂講 昨天考機會 他對外的回應是說 我們依據黨紀處分的 第二十條裡面的 所謂的三審判決有罪的話 才會進行開除或是 就是就是開除黨籍這件事情 但是回過頭的時候 昨天這個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我的助理 一個很白目的助理 白肉 他就傳這個新聞 還有黨紀處分的童 規程的第八條跟第二十條給我 他說老闆 拍謝我問一下 如果哪一天發生在你身上 你覺得你會使用哪一條 我就回答 你知道為什麼回答 我說我當過我們國民黨市長 候選人的發言人 也當過總統候選人的發言人 我相信即使沒有功勞 也有苦勞 所以我相信我應該是使用二十條 我也希望藉由這個事件 去好好的去黨內 去思考一下說 目前這個黨童 或是黨紀處分的規程 到底有不要去修改一下 你可以把二十條加個前提 考量到對黨內貢獻良多者 適用第二十條 以及另外對黨內貢獻 極小者或是毫無貢獻者 適用第八條 那誰決定 那誰決定 我說了嗎 現在如果前面 加開你講得太好了 我覺得這個去思考 我覺得這個去思考 因為 這個黨紀就是大小眼的一個黨紀 高峰安這個岩轎 他的助力 就是這個 高峰安去判 七年月 他的助力都判 繁星 還有一個沒罪 這個案子 其實大家都搞得很清楚了 就是把那助力的錢 去看他報 那助力拿來的錢 有報分拿來自己贏 我們說四十幾萬 叫大大高峰安民頂 是十一萬多 所以現在也拿去洗頭 問什麼 就是一心固定的 民眾大學 你說車拿去 是高峰安的處理 買單 這是什麼世界 所以現在高峰安去判 他現在高峰安慘了 第二去判 停止 第二本來說有一半的薪水 現在在政府說 沒有一半也沒給你 真的 太誇張 是 民進黨怎麼這麼誇張 沒有 他的照規定 就是說可以給可以不給 因為高峰安 他申報財產 一千四百幾萬 這真有錢 我們在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詹哥補一千 說不能出國 不能出海 綠島南嶼小琉球 金門馬祖澎湖 龜山島 龜山島也不行 冷氣的淡水河 坐這個淡水 坐這個純仔去拔利 那都不行 現在可能 現在連勞健保保隊也不知道 應該可以保第六類人口 去公所保 因為現在沒頭路 所以高峰安 他就退出市府的群組 他就跟大家說 感謝大家關心 地方支柱也規定 我要離開 邱成元來代理 希望大家幫助邱成元 好 今天邱成元就高興了 邱成元今天去打哪裏 打得很開心 整個市長的氣勢都出來 所以他整個氣勢都出來之後 夭壽 如果說到新的市長的三義高 這個邱成元就有機會 那看民眾黨 柯文哲就說 11萬就這樣伴 實在是因為聽 那個什麼 物性助理的建議 就是說 甘心收海就對了 才到法律 甘心收海 柯文哲今天說 高峰安是無辜的 是小白兔 無辜啦 就說柯文哲說 我們都政治素人 當時我在忙台北市 我不知道 立喚他不夠這樣對不對 立喚他我們哪一個人 他都去以前做你自己的 咬到現在都變這樣 所以他現在有甘心收海 所以他就跟他說 這不公平 什麼民進黨的對不對 九百幾萬 千幾萬 什麼 他們還有什麼反省 都沒有事情 我們這個高峰安 也給他11萬幾而已 破太多 他說小草能這麼想嗎 小草可能是要算數學 可能是要算數學 我說你用童正宴算好了 童正宴五萬 高峰安差不多也兩倍 對啊 所以童正宴幾年乘以二差不多 你用童正宴算 童正宴以前還是他的好朋友 你們什麼在亂說 好 那他支持高峰安上訴 現在問他是不是黃國昌 要來問他是不是黃國昌 要來選新竹市長 柯文哲說誰問的 記者問的 誰問的 記者在問 你說黃國昌哪有科研來選 黃國昌哪有科研來選 黃國昌哪有科研來選 哪有科研 一科研新竹的附贈事務所的通報 我們就都知道 不科研就對了 不科研 他要科研 本來要選新百市長四百幾萬人 人口 改成三十萬 哪有科研 所以現在說到選舉高 他是不是有人來罷免 當然這時代力量現在在無這齣 要把他罷免就看他們變化 有沒有人撞不住 所以民進黨現在的態度是 不打落水狗 對 民進黨現在不去處理 什麼搞我們罷免 現在不搞那個階段 他現在就什麼都沒有了 你再把他罷免要創什麼 你讓他好好判二省 二省之後 跟他決定說現在未來要怎麼樣 所以柯總早就說清楚 就繼續努力 最快也二零二六就算了 這真正前就斷不住 真正前說 準備好了 隨時要打招 我準備好了 新撲出來的都很要緊 真正前你就點了 因為你們還牽著藍白河的問題 要不要合推候選人 這要罷免嚴寬人的難度很高 你如果看這道 誰跟他罷免 雞人的經驗你就知道 雞人那謝國良看起來 也沒有什麼惡霸 就是說那個民主 也沒有什麼惡霸 你說什麼惡霸 他就發作說 你把他連署去之後 他我就抓拍給你 跟你問說你有把我罷免 他現在就拍是不是這樣 抓了你問說你有把我罷免 老母親就說你兒子有把我罷免 雞人就我就這樣 是 你現在這個海山這裡 你去罷免你怕設連署站 譬如說連署站 我們找一個便利商店鎌馬店 說這裡有要設一個 設了之後可能嫁人說 你們這個有在租人喔 在租這個罷免的喔 你們是很欠錢的 是怎麼樣還要做人罷免 這個人聽到就緊張了 所以以前要罷免3Q這是比較簡單 因為罷免3Q說要再把你設罷免 你申請讓我設罷免 你們的地方很貴 我們是來賣去喔 可以喔 3Q就一個人一台腳踏車而已喔 要罷免3Q會說 你申請讓我設罷免 我會啦你來設 你如果要罷免員官兩個說 你們有在租人喔 有人在租罷免的喔 這兩個狀況會不一樣 所以其實啟動罷免 各地狀況不一樣 其實在這個海線 因為嚴加在這裡 真的組織非常的綿密 非常綿密 因為它有海線 那海線那個地方是 房子都一層一層 譬如說一層可能五層 這就是八層 所以它不是說 像我們土地裡面這樣 一棟裡面一兩百層 然後一次好幾棟 它不是 那它也有山上 它這個選區也有山上 農警也有山上 那個山上那個山路 彎來彎去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 靠地方的里長 林長 發展協會 宮廟 的這種組織非常嚴密 所以當你要啟動 對這個罷免的時候 這些逃人 基本上都會撞起來 台灣都會撞 他甘願去投票 你要叫他什麼投票 他可能會去投 可是你要叫他 幫忙去連署罷免 在嚴寬恒的這個選區 其實上是不太容易的 難度非常高 非常高 而且機率都不大 所以民進黨 現在地方已經開始說 要讓你出來選中二選 我看你很了解 這句這句啦 三句關聯啊 有人叫阿翔 我是這樣想到 我不知道 別人也想想到嗎 有人跟你說嗎 不是有啦 但是我 英雄所見你的頭 但是我 目前沒有 因為這個我們 你沒有在打算嗎 沒有沒有 你敢擁擠的啦 他還要等不分區咧 因為我們黨 馬上我們黨 黨中央現在對各地的 這種罷免案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一個態度 包括像剛剛那個 新竹的高宏案也是一樣 就是公民團體要去弄就去弄 那黨中央也不會 對這種議題有特別的意見 國民黨的這個黨紀的規則裡面 這個民民貪污 一審就要停權的 你們為什麼遇到了 嚴寬恒就轉彎 搞了一個二十條出來 要定罪才有 那其他一審被停權的人 不是昏倒了嗎 不是應該集結在你們的廣場抗議啊 我覺得沒有轉彎啦 因為昨天考機會 他對外的回應是說 我們依據黨紀處分的 第二十條裡面的 所謂的三審真的判決有罪的話 才會進行開除或是 就是開除黨籍這件事情 但是回過頭來說 昨天這個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我的助理 一個很白目的助理 他就傳這個新聞 還有黨紀處分的 將歸程的第八條跟第二十條給我 他說老闆 拍謝我問一下 如果哪一天發生在你身上 你覺得你會適用哪一條 我就回答 你知道我怎麼回答 我說我當過 我們國民黨市長候選人的發言人 也當過總統候選人的發言人 我相信即使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所以我相信我應該是適用二十條 不過我想說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是 是真真正正的存在 我們黨紀處分的那個規程裡面 那看起來第八條 第二十條 就有所謂的衝突存在 因為感覺有 一個是附屬在另外一個的條程裡面 但我當然很尊重 黨中央你對外發言 因為你一定要愛惜羽毛 愛屋己屋 愛惜我們自己人 然後也相信自己人侵犯 這都可以接受 不過我希望黨中央也 愛惜羽毛跟愛屋己屋 是兩件不同的字 對啦就是 我也希望藉由這個事件去好好的去黨內去思考一下說 目前這個黨章 或是黨紀處分的規程裡面到底要不要去修改一下 你可以把二十條加個前提 考量到對黨內貢獻良多者適用第二十條 以及另外對黨內貢獻 極小者或是毫無貢獻者適用第八條 那誰決定 那誰決定 我說了 現在如果 加凱就講得太好了 我覺得這個去思考 我覺得這個去思考 那個黨紀就是大小眼的一個黨紀 沒有大小眼 就是你要把它廢除 第八條廢除也可以 因為我說實在 有些會對黨內同事不公平的地方說 過去可能有些被第八條處分的 他會說 為什麼我不能用到第二十條 所以我說了 可以趁有這個機會 我們當然支持 嚴寬人上述還自己一個清白 我們支持他適用二十條 不過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機會 把我們自己黨內一些所謂的 可能比較老舊的規範 好好整頓一下 也是個不錯的機會